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完呢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欢迎来到今天影片 今天还是说明天是非要不可 自然的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受药药礼拜一对症逍遥 咱们下次黄山山黄大律师 黄大律师你好 六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母亲姐快乐 经过了 我们这个这么忙的大议员 还要当律师 还要当民意代表 还要是巡回法律服务 还要干嘛 还要晚上回家帮小朋友洗餐盒 后来人家跟我说 这么大的要让他自己洗 对啊 偶尔啦 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帮他做的一件事 真的吗 其他接送都是我老公 都是我们史丹利先生 煮饭呢 做菜 没有啊 我们家不开火啊 都在外面吃 都买外面的哦 哎呦你们家真的是可怜 哎 回家家都七八点了 真的啊 老公也没有办法帮小朋友做 老公帮小朋友做 这个太温暖他了吧 已经做这么多事了 哦真的哦 你应该这样子对 不过可是 可是你们家外面 都外食也很 也很怎么讲 现在很多外食是 人家都做不健康啦 或者是这个什么 油太多 假日都会在家煮一点 你就都没有 我只会煮火锅啦 真的啊 就是东西丢进去的那种 对你不用想 水饺啦 就八菜一汤 就把八种菜煮在一只汤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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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的专角 把八菜一汤 什么 鱼饺 雁饺 什么什么 就是八种 八种青菜 放进去 哎 八菜一汤 今天 老梁煮给你吃 哎对对对 母亲节希望大家都过得 非常的快乐 而且我刚才上次有留了一个 话在facebook上面说 现在母亲节比总统520还要重要 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在买母亲节 因为我也去订了那个母亲节的餐厅 满满满满 就平常很熟的餐厅 我想说两个礼拜前订应该可以 不行 所以我们上个提前一个礼拜 提前一个礼拜去也满 还好我有订到 不然这礼拜是根本就 就是母亲节这个礼拜是完全是不休 是啊 然后他们说5月整个月其实都是你 因为你订不到那个那一天呢 就前前后后的 对 我也觉得大家其实都很忙 而且都在想说要送什么礼物 后来我发现妈妈其实最需要的就是陪她 真的 她什么礼物都不要 是 然后呢我就 所以我们又订了 母亲节的下一个礼拜天再带她吃一次饭 哎呦 因为没有在正日吃 所以说把她分成两次 对 这样子 让她比较平衡一点 母亲节当天可能就自己在家里陪她 陪她 我会带我儿子陪她去陪她睡 然后我们可能就在家里自己随便煮一点吃 哎呀多好 你看这个 你又是妈妈 然后上面又有妈妈 然后你就要这样子扮演很多种角色 所以我跟她讲过嘛 我儿子有一年险 去年把他写母亲节的卡片给我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五带他去陪我妈妈 他最后写的卡片就是 妈妈 如果你老了 我以后每个礼拜天都会去看你 他会给你钱 所以你知道孩子都在看大人怎么做 在学习嘛 以前不是说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预言故事我已经有点忘记他的名字 就是挖碗 挖一个碗准备要给他以后的那个爸爸吃 因为你是这样子给你的 对不对 我以为这个碗是准备给你用吃的 你看 那真的是小孩小朋友都在学习 真的 但是妈妈真的很伟大 对对对 不管是你自己当妈妈 或者是从小你看 真的要无病无痛无伤无害的这样长大 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对啊 而且妈妈的不用钱 真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有一个是真的事情 有一个小朋友 他呢 因为现在不是都鼓励吗 鼓励小朋友要做家事吗 他做家事之后 我会给你多少钱啊 然后他呢 就写了 比方说小明 小明晚上的时候 今天他很认真很勤奋 今天有擦窗户 今天有擦地板 今天还有洗碗 晚上的时候呢 他就列了一张清单 放在妈妈的床头上面 今天做了什么 今天擦窗户5元 你如果说给我钱了嘛 擦地板10元 洗碗8元 这样这些 然后合计多少钱 三十几块 今天 这等于是我小明今天 努力的成果嘛 妈妈看了之后就觉得说 哎呀真是 这个盒子很可爱 跟他也很宽容 他就在他那张单子的底下呢 再继续再写 就写了 那妈妈怀小明 四个月生出来 不用钱 不用钱 然后呢 教小明那个走路 不用钱 教小明唱歌什么 不用钱 教小明去上学什么 不用钱 什么走路不用钱 然后合计 合计 不用钱 妈妈跟儿子 现在就差那么多 真的 所以说 我就觉得说 天下的母亲 真的是 最伟大 比总统还伟大 但是伟大的人 很多 那有些人 想要认为 自己认为 自己很伟大的 更多 我们今天谈什么呢 我们来谈谈 其实我跟 我跟珊珊很少谈小三 但是我们来谈谈 这个跟小三 有关的法律 这有意思了 上个礼拜 大家不晓得 有没有记得一个新闻 一个呢 富商 嗯 他呢 这个 在 这个 这个 这个风月场合 认识了一位 这个女孩子 那就想说 嗯 那个 你可不可以 我每个月的10万元 来包养你 那你说 表现很好 哇 我还送你 哎 五克拉 五克拉 鸽子蛋的 钻戒 给他500多万哦 然后把什么 什么那个 存者也交给他 结果他被他领了两三千万哦 哎 加一加 哇 这个现在 富商说 他现在又令 觉得这个小三呢 令结心欢 哦 他觉得 嗯 这样不行 我给你的 你统统给我 拿回来 哈 结果呢 法院呢 哼 败诉 你富商 你想的没呢 你当年 那时候 要给人的时候 那是你 你要讨人家的欢心 现在你要把他要回来 都说 哎 所以呢 奉劝天下的这个 啊 自以为很了不起 自以为你口袋 有几个臭钱 啊 的男人呢 想要养小三的男人啊 你自己啊 回去好好这个闭门思过一下 不要玩这种事情 但这个法律的问题呢 还是问一下珊珊 哎 这样子哦 这样子 当然会 人家会 会不会觉得 要有对价关系啊 啊 我给你是因为基于 诚信嘛 基于你是要 你要当我的小三 大家讲好的 啊 你现在怎么可以令结心欢呢 那你这样令结心欢 我当然要帮你邀回来 这样说得通吗 第一 他自己已经是已婚的 所以他如果跟一个 所谓的小三 有这样的约定 嗯 其实这个约定 其实是无效的 嗯 也就是说 你这是违反共序良俗啊 啊 就是因为已婚啊 就是因为已婚 才要保养啊 才要钱啊 如果没有已婚 对 所以这个案例很特别哦 因为其实大家看到 以前有些案例是 判赢的 判赢的部分都是因为有 所谓的婚约 嗯 有婚约 有婚约 因为婚约而制证的礼品 或者是你因为婚约而去筹备的一些 婚纱啊 嗯 然后场地啊 这些花的经费 对 那个是可以要回来的 对 因为婚约 然后婚约解除了 所以我这 因为这个婚约送你的东西 是可以要回来的 嗯 所以有这个部分是会赢的 嗯 但这个很显然 不会有婚约嘛 对 就是说他这个部分就是很单纯的证语 就是讨人欢心 或者是说 我就是当时就要送给你的 这个大概会有只有那个什么 没有婚约 可是会有那个性爱契约 对 那就是无效嘛 就是说我不会 违反公宣让属的 就是我们两个约好说 如果你今天劈腿了 或你今天不跟我在一起 你东西要还我 对 这个合约也是无效的 嗯 好 那我们的赠语哦 我们的赠语就是无偿提供的 我送给你 好 就就就成立赠语了 对 所以赠语只有一个情况下可以撤回 就是受证人对 这个赠语人啊 有重大的侮辱行为 或者是有重大的伤害行为 比如说 比如说爸爸送土地给儿子 对 好 那送 生前送就是交赠语税 嗯 但是后来这儿子不乖 或者甚至去打爸爸 去骂爸爸 嗯 这个爸爸其实是可以撤 撤销赠语 哦 是可以撤销赠语 但是一般的赠语 不是随便可以撤销的 好 但是这个案子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国税局看很开心 哈哈哈 国税局 可以打赠语税 好好好 因为现在法院认定说 送给人家的不能要回来 对 因为那你送给人家的时候 你应该没有交赠语税 那就是赠语税嘛 而且他这个三千万 对啊 三千万的存折让人家用 对 而且显然是送的嘛 法院认定是送的 那这个三千万弄一弄 你要交个两三百万的税 就是那是谁 是谁要付 就是这个你的要付嘛 赠语人 赠语人要付 赠语人还要再付这个税 我们说赠语税非常有趣是 赠语人要付赠语税 哇 受证 如果赠语人不付 国税局才会去找受证人 哦 所以你 哇这些要这个 告了之后呢 他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问题是税 一定要补交 大概 如果我们现在都10% 虽然这样低了 10%他应该要有两百多万 对 所以说 国税局要求这个富商补税 富商你不能要那个小三补税 不可以 补税啦 不再补 补来再 再睡几次 不可以不可以 神圣就是非常的善良 纯真 我现在听不懂 两个的笑话 社会跑 我是小灰 这个税 有时候开通告费啊 对不对 多少多少 你是含税还是不含税啊 董导我都跟他说 我不含税 我都不含税 哎呀 这个是 一语双关 冷笑话吗 好 OK 那 那像这样子啊 对于这个富商来讲 他钱都已经付出去了 如果你还要今天 还要再叫他缴这个税的时候 他说不缴 我在想 他一定不缴 他说 我已经送给他的嘛 那你 会行政执行啊 真的啊 懂得行政执行现在很强 不是 可是他是就这一个 这一个 郑宇的这个事件本身的行为 去磕针嘛 对 可是如果你不缴税 我可以封你其他的财产 我们的国税单会是可以 透过行政执行去查封你 民下的资产 哦 不是只有查封这些东西 这东西已经是别人的啦 哦 不可能磕他啦 所以我就是回来磕你啊 那你不缴的话 我就是封你资产 这些这个财产你败了 那我相信这个财产 可是你看哦 他这样的事情这样爆出来 好像也没有听到他的太太 讲什么 远配 他应该 点点 应该这个有三千嘛 那边可能更多 哈哈哈 财产钱赚太多了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 这其实在早期的台湾社会 是很正常的 有的一房两房三房四房 对啊 那现在当然可能比较 比较没有没有这么光明正大 就是我这边一房那边一房 那现在的状况 大部分都是这种 瞒着太太在外面 嗯 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重点是 其实法规都是一样的 嗯 那你自己送给了 所谓的第三者 这么多的东西 嗯 那他 他没有婚约啊 他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守着你 是 更何况你还是有家 你还是要回家 是 所以那段时间 他当然有很 很大的交往 朋友的自由 真的啊 欸 三参主子 你这样讲的话 又不能用任何契约关系来限制他 哦 因为所有的契约 如果是这种 呃 违反 因为你 我们是一呼一气质的婚姻制 对 所以你如果去约定说 小三你怎样怎样怎样 全部都是无效的 欸 如果像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几年前 嗯 在我们找到电视圈 有个女主播 哦 然后呢 后来被人家叫做什么薛凯子 这样子 有没有 他呢 欸他跟他也没有什么 用那怎么 有没有绑约啊 现在不是 在上个礼拜 iPad按出来叫绑约嘛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绑约啦 可是欸 那一个日本人 我觉得这样子 像这样子有点无耻啊 他也是送人家 那也是为了讨欢心的啊 对 那我一送 好像都送chanel 什么东西 几百万几百万这样送 那他最后觉得 你对啊 你不是跟我用以结婚为前提 来做交往的话 你东西就给你要回来 然后 当然 比较受伤的是因为 这一个是女主播 比较有知名度嘛 然后一被爆出来的时候 变成媒体审判了 然后帮帮帮他东西 赶快换回去之后 你看他到现在 就就没有 就没有再付出的机会了嘛 那这样相对于这样讲的话 那对他 对薛凯子不太公平了 对不对 因为你是 你也是来追求我 你要送我的嘛 是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他薛凯子 就不是法律处理的 变成道德处理 对道德处理 哦 那不过在法律上面的话 他不还 其实是不用还 不还他站得住脚 对不对 除非我是用婚约来骗你 就是我用婚约来骗你 婚约要一定要书面吗 还是要口头的 正常来说 没有办 很多人要结婚 不会写个书面 但是他会做什么事 他会去订饭店 然后订婚纱 订钻戒 求婚 订首饰 对对对 然后可能会跟各个家人通知 会做一些请帖 对 所以这些动作可以证明 他们会尽口